18歲上大學 22歲大學畢業 23、24歲工作穩定 25歲相親結婚 這好像是大部分父母對你的期待 但是對我來說 我到底要什麼 這件事情很重要 大家還沒有學會愛自己 先記得去愛你的父母 愛你的男朋友 愛你的朋友 愛你的上司 真的都忘了 你最該愛的人其實就是自己 把自己愛好了 其他的人 你就會從你的愛中間散發到能量 我覺得比較直觀的就是 比如說女性到了一定的年紀 就必須要結婚生子 然後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生活 這樣其實才是幸福的 我一直會用HIPHOP的角度去看世界 保持好奇 吸收進來 輸出出去 然後我認為的HIPHOP女孩是 相信自己的直覺 並且敢於表達你直覺的女孩 我覺得比較直觀的就是 比如說女性到了一定的年紀 就必須要結婚生子 然後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生活 這樣其實才是幸福的 我覺得這是很多很多 包括我自己就是家裡面的 那個姐姐之類的 其實我有很多同學 他現在已經說是有一些 就是家庭了 但是我自己的家庭還算是比較開放的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對於我來說 有一個什麼樣的必須要在什麼時候 要結婚或怎麼樣 但是我能想像在其他一些環境下 可能沒有這麼開放的家庭中 這個是必須要完成的 可是當他們看到女孩子 也可以在這個舞台這麼酷 然後這麼說他們的故事 不是說一定是按照規矩去結婚生子 或是正規流程的生活的 所以當他們看到 欸他們可以這樣生活 那我也可以這樣生活 生活有很多這種方式嘛 我覺得他們可以帶給觀眾 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我們可能不會去在採訪間 去說很多漂亮的話 但是在我們的歌詞和舞台上面 能看到我們所有的態度 我有時候我會一個人坐在馬路邊 坐一個通宵 我看那些車 然後看早上清潔工阿姨出來 其實我覺得 來這個節目我是覺得 我從小都很聽話嘛 包括這個專業也是 我媽的意思就是 包括現在我的班裡是班長 是我爸的意思 然後我大三的時候去 那個比利時交換 是他們倆的意思 就是我感覺我一直很聽話 就按照他們的路線去走 而且我現在大四了 我一定是能順利拿到畢業證的 我感覺我各方面 都能給他們一個交代了 但是在音樂上 我覺得我欠我自己一個交代 我想來試一下 大三的時候去實習 真的就是996 根本就沒有什麼時間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在問自己 我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 就是 有點無力吧 這個就像是你在這樣的 人人如常的生活裡透出一個縫隙 就來到這個節目之後 我好像 我發現 我好像 有希望 可以在一個定制好的人生裡頭 有另外一種可能 對 就突然 因為像有一個任意門 你打開 你不知道是什麼 有一些女生 我覺得感覺沒有這個節目 我跟你應該是兩個世界的人 我們可能不會遇到 讓她說 也不一定 我們肯定會因為音樂遇到的 我就很感動 天 好感性 我覺得她說這句話很感動我 我覺得她說這句話很感動我 我希望她們能留下的 是一些東西是有意義的 她們過了三十年四十年 回想一下 也會覺得 真的那時候不錯 也明白了 而不是 我又來錄節目了 錄完 收工 我覺得你浪費了這個機會 也明白嗎 我還是希望她們能抓住這個機會 你寫不單的時候是